女人大着肚子还得上山挑水 突然脚下一滑一阵剧痛向女人袭来 身下鲜血如柱 女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没了 尽管如此稍微休息后 她还是得把水挑回村子 见证一切的雷拉痛彻心扉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就连她都在山上流过产 这里是北非的一个小村落 女人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去挑水维持日常的生活 因为做家事需要水 这份活便由女人做 他们称之为传统 男人们以前要打仗 可如今只在家喝茶打牌 也不来分担这份重任 至少有一半都在山上流产 若是流产还会被人嘲笑不能生 更多后续精彩 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